小時候魔力陪伴我們長大 長大後就讓我們陪伴魔力 哈囉,大家好,我是雞腿 這部影片我來介紹 陪伴魔力的特色任務 雪山競速 這是一個超級好賺錢的任務 而且門檻非常低 基本上整隊有40等就可以來挑戰了 首先,角色跟寵物都建議使用範圍技能 來快速清場 沒有的話,至少學個崩擊 因為雪山的怪會常常防禦 這個任務的完成速度會決定獎勵的不同 所以非常注重效率 另外建議大家一定要準備坐騎 因為坐騎可以增加移動速度 讓我們解這個任務可以更快完成 至於坐騎的獲得方法 我會在下一部影片中交給大家 就讓你們好好期待一下吧 介紹完準備工作之後 就讓我們正式開始吧 首先輸入斜線H 回到大廳 接著就跟著我走 讓我帶你們前往 進來 往這走 然後往這走 一樣跟著我走就對了 那我們到這邊之後會看到一個士兵 先用斜線C 讓隊伍整理一下 然後 這邊士兵就跟你對話說 國王殺巧要看雪山山頂 那我們可不可以替他跑一趟 選擇是 然後任務就開始了 這邊的話要全部人都接喔 因為是個別單獨的任務 每個人接 才有辦法每隻角色都拿獎勵 那我們接完之後 斜線H 回到來 然後選傳送區 進來之後 直接點這個雪山 那整隊是花1500塊 那這邊開始就是沖頂樓 那過程很單調 我就不放上全程路線 因為雪山迷宮會重置 每次路線都不同 整個迷宮約20到25層 到達山頂之後 點物品藍的羽毛 把風景記錄下來 5隻角色都要記錄喔 接著輸入斜線H 回到大廳 一樣跟著我走 到了之後跟士兵對話 這樣就完成任務囉 那10分鐘內完成的話 可以獲得15000魔幣 加2個火焰屬銀幣 如果超過10分鐘的話 也可以獲得9000魔幣 加1個火焰屬銀幣 那火焰屬銀幣可以幹嘛呢? 我們輸入斜線H 回到大廳 之後跟著我走 來到這邊 跟他對話 我們就可以用火焰屬銀幣 在這邊交換到很多好用的東西 另外DC群內也常常會有人分享 雪山的路線資訊 那我也非常歡迎大家一起加入 陪伴魔力 我是雞腿 我們下次見 掰囉